早安你好 这一节群球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北京冬奥 昨天晚上举行了闭幕典礼 地点就在国家体育馆 也就是鸟巢的上空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用烟火 打出天下一家的字样 令人印象很深刻 而表演节目也延续了 开幕时的简约跟科技感 凸显双奥之城的形象 而中华代表团 由19岁的华学女将李文怡 艺人掌旗出席 并与奥会工作人员参与闭幕典礼 五颜六色的绚烂烟火点亮夜空 在天空写下天下一家的中英文字样 北京冬季奥运在20号晚间举行闭幕式 不少民众聚集在大陆国家体育场鸟巢 争相目睹烟火美景 这次冬奥共有四名台湾选手参赛 中华代表团是有19岁的华学女将 李文怡担任长期官 进场顺序和开幕式相同 同样是在日本之后 香港之前进场 奥委会主席巴赫坐在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旁 两人中间空了一个位置 闭幕式中表演节目点亮 再需一朵雪花的故事 奥运圣火悬浮在巨大的雪花中 降到场馆地板 孩童手持雪花造型灯笼 象征灯火虽微小 在孩子们的手中却可以点亮世界 让运动员开心快乐 以他们为中心 接着还有12辆采用12生肖的造型冰车驶入 表演孩童登上冰车在场内滑行 滑行轨迹成了一个中国节 最后的颁奖典礼完毕 进行了奥运会期交接仪式 由奥委会主席巴赫将会期交给夏届冬奥主办城市 意大利的米南市长 并发了绚烂烟火 宣告北京冬奥正式闭幕 接着总统报道 导演张艺谋是北京夏季奥运 跟本届冬奥的开闭幕室总导演 他在开幕室之后就被网友誉为 是最懂中国式浪漫的导演 同时在闭幕室也非常多的巧思 再次印证导演的功力 张艺谋在闭幕室之前就提醒工作人员说 闭幕室是以运动员为主 主题就是快乐的奥运 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让运动员开心快乐 以他们为中心 我们并不是我们强调我们的表演 都不是 我们的会议流程也是为运动员服务 这是我们的宗旨 高兴快乐 因为闭幕室是一个大party 是那种整个是全世界都是 以这样的形式来展现的 他的快乐 就快乐奥运 他的快乐 他的这种感觉 所以除了缅怀环节 我们是深情的一个表情之外 其他的还是提醒各个分场编导 大家快乐 快乐 温暖 感动 这都是最重要的重点 冬奥昨天在执行花华表演的时候 没想到这亚轴出场的冰敦敦 穿上冰鞋 居然不小心就这样跌倒了 真的好尴尬 不过日本的滑冰王子 雨生结鞋 非常绅士 因为他就站在选手群的最外围 第一时间出手相救 帮助冰敦敦站起来 并且微笑拥抱冰敦敦 逗趣模样也让网友大赞 好可爱 雨生好暖 根本是暖男等留言 而送暖的举动圈粉无数 陆媒更是透露 雨生结鞋在19号彩排之后 运动员都陆续离场 但是他没有离开 反而是向现场的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而他在昨天的表演结束之后 还弯下腰 就这样子把下巴贴在地上 感受冰场的模样 也让在场工作人员相当的感动 获得媒体一致大赞 看见雨生对于花华的热情 接着我们来关心 现在非常紧张的俄乌情势 情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就居中扮演着调停的角色 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 试图想要扭转局势 马克宏的办公室表示说 双方在电话当中 同意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停火 普丁告诉马克宏说 他打算再跟白俄罗斯 联合军演结束之后 立刻从白俄撤军 而根据了解 两人通话了105分钟 除了同意推动乌东地区停火 也同意必须以外交的方式 解决当前的危机 而双方也认为说 俄罗斯 乌克兰 法国跟德国之间 应该要恢复谈判 以执行在2014年 在明斯克签署的乌东停火协议 当然现在俄乌情势非常紧张 美国也是紧盯着局势的变化 拜登在美东时间20号 也在白宫举行了国安会议 而重点也是聚焦在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 好 在场你看到了 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国防部长奥斯丁都与会 而拜登他也在这场会议当中 跟马克宏来通话 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马克宏在局中调停之下 他已经提议拜登要跟普丁 来举行峰会 而这场峰会的重点 就是讨论欧洲的安全跟战略稳定 白宫也回应说 原则上拜登是同意的 但先决条件是 到时候希望是没有战争的发生 而今晚法国跟俄国州 乌克兰情势谈判 好像有一点点进展 但是美国目前的情资掌握 还是坚称说 现在的一切迹象都显示 俄罗斯有入侵乌克兰的可能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说 在俄军战车真正出动之前 美国誓言将持续外交上的努力 而只要莫斯科不执行攻击行动 他跟俄罗斯外长的会晤 将于下周如期举行 而布林肯呢 他也在这个会议上面上头说 他愿意做外交上的努力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 在川普时期的前国务卿 蓬佩奥呢 他也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有说了在3月3号的时候 会即将到台湾来拜访 而且他即将会会见蔡英文总统 而他这张台湾之行 也是相当的保密的 他其实除了跟蔡总统有会谈之外 他也会参访了像是台积电跟中钢等企业 不过详细的行程跟会谈的内容 目前是还没有确定的 是保密到家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